特斯莫里斯 对于胡云来说 还是有不小影响的 毕竟选者的三分 身高 力量 防守很难美的填补了 目前球队最近之道小球5号位位置 而且现在交易区已过 自由全员市场上 已经没有更多的局战力内型的球员了 这是否意味着 胡云本校竞争的就没有进入竞互赛 没有发生的机会了 真的不见得 胡云还有一个希望 两左到尔 通过三点来看 这也看来 胡云本校竞争最后的希望了 同时 他到即将复出 也让胡云有了翻身的机会 第一 防守 因为胡云被冷定的进攻能力 我们往往忽略了群英秀的防守能力 过去十场比赛 当胡云称无法出场时 胡云整体的防守效率 只有118.1 118.1 因为这胡云的防守 就能为止胡云一般先冲百孔 当霸雷在场上时 胡云的防守效率能 105.6 这差距还是很大的 当霸雷回归后 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可以派上霸雷 英格拉姆 赵姆斯 库兹马 强德勒的组合 事实上 胡云能一队高基基部第四 正是凭借着这套一队高基 联盟第四的防守组合最大的 上防不是大瓦的强项 但学防 得防顶级的存在 他和英格拉姆 可以在外线简单的组成一个 奥运防守圈 第二 战术变化 华尔有着英秀的篮板 一手长船能力 这就意味着当局抢下后场篮板后 可以第一时间再取快攻 长船发动快攻 这可是过去实场比赛所没有出现过的 而快攻俏俏俏是本赛季胡云长处 场均105.3的官房回合 高基全联盟必复 第三 进攻更流畅 华尔回归后 胡云就有了三位船球盗师 张美夫 蒙多 霸莱 这就意味着 不管怎么光排出场时间 胡云都能去保在48分钟的时间里 都会有一个船球盗师 在场上来组织进攻 通过以上三点来看 霸莱的回归有消息 爆出全民心最后复出 对于胡云高防两边 江户伟的明显的皮膏 这其中要说胡云最需要的肯定是防守了 毕竟过去几场比赛 进攻更问题不大 输球几乎都输在缆防守上